2020年11月24日 由总统蔡英文亲自举行开工典礼后 潜见国造最新进度曝光 台船董事长周文龙表示 9月28号 原型舰将在台船高雄厂举办命名下水典礼 之后将进行一连串驳岗及海上测试 命名完了之后 马上就要开始进行所谓的驳岗测试 驳岗测试完了以后 就来做海上的测试 海上测试完了 台船的工作等于就结束了 就交给海军 那海军就要做他的所谓的作战方面的测评 测评如果也OK的话 他们就会开始进行这个所谓的建军的准备 大概的进度是这样子 可以说硬体到现在是OK 再来就是要验证这个硬体是不是效果是不是到 那大家也关心这个舰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说这个舰就一定比我们现在拥有的都好 效果那个性能都更强 郑文龙强调这证明台船不仅水面舰 就连水下舰也有能力建造 他也期盼这几年好不容易累积建立的经验技术 能够继续发展运用 真正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以能力来讲水面舰是台船是绝对证明它没有问题 因为从2万吨的磐石舰到1万吨的这个玉山军舰 乃至于这个海巡的这个4000 2000 1000 1000像这100都没有问题 所以国舰的部分我想水面舰已经证明OK 那现在就水下舰 水下舰的话我们设计的能量等于是OK了 那现在制造也OK了 那个技术在水下那个技术那是更高的高端 那现在也都能够做得出来 因为每一个焊接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那个X光磁性检验 能够风格代表每一关都经过海军 甚至于外国的那个第三公证单位来帮你检测 设计也OK 技术也OK 再来就验证我们整个系统是不是完整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 目前能量就是这样子 进度到这样子 这个就要就看看那个决策 看决策 看决策 我们当然很希望说已经建立的这个能量不要浪费 如果浪费的话就有点像 像以前的IDF一样 盖好了没有接续 好不容易折成了几年的力量 散掉了 非常可惜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导 好不容易折成了 就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